浓浓黑烟不断串出整栋建筑物烧得焦黑 近棚工厂恶火仍在闷烧 消防人员驾起云梯不断从外洒水灌旧 整起火灾意外造成五名消防人员殉职 两位一共罹难及多位消防员情种伤 外界就责执疑是员工误导 才会让消防人员跑错动 这次没有跑错动 我们的干部们带他们上去 不然因为火势太猛了就下来 我一直在这里我怎么这样隐藏 我一直在这里 我那天晚上10点接到电话 我那11点就赶到了 否则给错资讯博持神隐也不愿道歉 但近棚工厂内存放太多艺然物质 至今内部仍然不时有火光串出 现场飘散浓浓刺鼻味 火势已经有效的一个控制了 整个明火状况已经降低很多 几个地方已经有烧穿 然后有开口 所以我们就试着再加派两部的这个高化车 试着从这些开口来做一个泡沫的灌救 主要是是不是能够加速 我们整个火场的一个抢救 指挥官强调已控制住火势 但空气品质恶劣 周边四所学校宣布停课 一场恶火夺走七条人命 酿成严重死伤是事实 桃源地检署就起源头 传唤近棚公司八人调查 要积极厘清物料存放状况 及火灾原因 欢迎新闻陈敏彦 许国豪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